磁激素是让女人拥有女人味的一种很重要的激素,一般过了35岁后,女人体内的磁激素开始会逐渐减少,如果这时磁激素依旧充沛,女人外形、年轻有活力,第二性特征以及生育能力都会更长。 反之磁激素偏低,女人则会变得又老又丑,而且冷肠会早摔,甚至提前绝经,因此女人一旦发现自己的磁激素越来越少了,就要及时调理了。 那么如何才能发现自己的磁激素开始减少了呢? 这里我就介绍一些磁激素偏低的女人,身体会有的六个表现,一发现就最好及时调理了。 1. 潮热出汗,磁激素偏低的女人 在无间和幽阴的情况下,身体会出现潮热出汗的感觉,一般潮热会从胸部开始,潮脸部迅速蔓延,犯有心慌,出汗,这种情况短则一到两分钟,长则十到十五分钟时间不等。 这种情况是由于磁激素分明减少后,血管收缩和舒张运动失调所致。 2. 皮肤暗淡于光泽,此激素减少后,女人的皮肤也会出现衰老的迹象。 比如皮肤变的肝脏,粗糙,会汗,皱纹也开始起得越来越多了。 3. 腰酸背痛,此激素减少,肌肉和肌肉力量都会退化,常在久坐过折久力后疼痛加剧。 4. 在夜间和肢体用力的时候,疼痛感也会加重。 4. 精神,神经症状表现异常,此激素偏低的女人,常会出现情绪低落,爱生嫩气,一烦躁,容易发脾气等,身体容易疲乏,做事没有经历,记忆力减退,注意力无法集中等。 5. 骨质疏松,女性此激素低了后,会引起卵潮早衰,甚至提前绝经,这样最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,具体表现在骨头变软,变脆,容易骨折,个子变矮了等等。 6. 心肌,此激素低了后,女人就会加速进入更年期,常有一种心肌的感觉。 6. 这种感觉就是,在外界一些动静并不大,只是突然就有种心慌的感觉。 1. 大豆及大豆制品,大豆及大豆制品,还有丰富的大豆液黄酮。 7. 这种成分也叫植物雌激素,类似于人体的雌激素,它的作用是调节雌激素的代谢和平衡。 7. 雌激素缺乏的女人要尝喝豆浆,尝试豆腐这些豆制品,可以帮你补充雌激素。 2. 坚果类食品,坚果中的饱和脂肪酸,可以改善女人心情烦恼,焦虑的状态。 身心放心,有助于减加,让雌激素分泌平衡,有助于防止内分泌失调。 3. 卷心菜,卷心菜又能促进雌激素分泌的矿物质。 4. 盆,而且卷心菜还富含食物纤维,能温常通便,促进排毒,也益皮肤健康。 4. 光王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